这是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 大妈说自己家的天花板上总会出现一些神秘的黑斑 一开始还以为是黑色的虫子 可是就当家人拿着杀虫剂打算处理的时候 才发现这些全是黑色的孔洞 可是天花板上没有任何其他的痕迹 他们只能联系物业前来查看 可是当物业的工作人员检查后 也没能找到其中的原因 一家人因此整天坐立不安 最后只得联系节目组寻求帮助 如果你也觉得事情很奇怪 可以在评论区打出大拇指甲鲜花 送给大妈一个大大的鼓励 长按点赞还可以触发隐藏特效哦 节目组了解事情的原委 直接拿出了专业摄像头 对着孔洞进行了全方位的拍摄 可是除了一些毛发和碎线 什么都没有发现 这时大妈突然想到前几天 她还听到天花板上有怪声 里面可能有着什么东西 节目组直接请来了动物专家 经过检查 专家在里面发现了毛发和动物分别 他断定这是一只老鼠 大妈却说他家住在七楼 老鼠是怎么来到他们家里的呢 专家解释说 老鼠的爪子很锋利 他们可以顺着通风管道的缝隙爬进天花板 而天花板上的孔洞 应该就是因为老鼠在天花板里没有东西吃 所以打算逃走食材挖开的 而现在一点动静也没有 说明他可能已经饿死了 或者就是找到原路跑掉了 听到专家的解释 大妈紧忙联系工人要把天花板重新装修一下 而且要把通风管道的缝隙全部堵死 不然什么时候再跑进来几只老鼠 那就更加头痛了 然而下面这个房子更奇怪 大妈说自己打扫卫生时 发现了一包人类的牙齿 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看 这个大妈正在打扫卫生 下一秒柜子里的东西引起了她的注意 拿起来一看这居然是一包牙齿 大妈被吓得直接就牙麻呆住了 随后夫妻二人拿着牙齿来到了牙科医院 经过牙医的鉴定 这些牙齿全部来自同一个人 而且还是一口孩子的乳牙 老两口被这个消息震惊的目瞪口呆 像集了你手机上第二行第三个表情 最后二人几近思考联系了节目组寻求帮助 我敢说能打出这个字的不超过十个人 节目组得到消息也不敢马虎 赶忙来到大妈家了解事情的经过 大妈说自己只是像往常一样打扫卫生 然后在打开储物柜的时候 这个袋子就掉了出来 自己也不清楚是哪里来的 而储物柜里的东西是自己前两天买的 随后节目组又让大妈详细地说了一下买东西的经过 得知大妈当天不仅买了东西 还曾去过牙科医院检查牙齿 那这包牙齿会不会是牙科医院带回来的呢 节目组直接去医院调取了当天的监控录像 经过仔细地检查 并没有发现异常 最后只能再回到大妈家寻找线索 然而这时节目组沟通得知 大妈夫妻俩是刚刚搬进这所公寓不久 房子也是他们租赁来的 那这包牙齿会不会是之前的房主留下的呢 节目组顺着线索找到了中介公司 在他们的帮助下联系上了前任房主的电话 原来这包牙齿真的是他们的 而他们只是为了纪念孩子的成长过程 这才将孩子的乳牙都保存了下来 没想到搬家的时候意外遗失了 得知这一切原来都是个误会 大妈夫妻两人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小故事 喜欢记得关注我